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贵大财经 警报尚未解除 这位上线闯关国会手遇拦路骨 已经有多名共和党人公开反对 这可能会导致投票困难 推迟协议的通过 其中包括前总统川普的忠实支持者和盟友 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已经宣布参选共和党 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罗恩·朵桑蒂斯 以及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抵制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的议员们 值得一提的是 立法者们几乎没有出错的余地 如果第一次递交国会没有通过 金融市场将有更多的恐慌反应 但是无论如何 只要价钱谈拢了都不是事 毕竟没有人可以承担后果 同时 交易员当前镇压住美国国会将通过债务上线协议 超短期美债收益率回落 英伟达继续狂飙 迈入了万亿俱乐部 创始人兼CEO黄仁勋连推了七项重大发布 包括推出大队存生成式AI超级计算机DGX GH200 可加速生成式AI设计的超级芯片GH200已经全面投产 推出全新加速以太网平台等七项重大发布 之前 木头姐清仓英伟达完美地错过了这波行情 在上周接受媒体采访时 木头姐解释了这番操作的原因 其认为芯片周期性存在风险 且英伟达面临的竞争愈发激烈 现在再次提醒估值太高 数据显示 在人工智能热潮引发投资者的热情之际 英伟达的预期市销率高达25倍 相比之下 费城半导体指数成本股公司的预期市销率仅仅约为6倍 为OpenAI提供支持的微软的预期市销率约为12倍 木头姐说的是事实 但如何看目前的这轮大操作呢 我们结合历史来看 最近25年经历了两轮通缩 分别是1998年至2000年 以及2013年至2015年 这两轮都形成了超级题材操作 98年至2000年 电脑开始普及 PC互联网高潮 网络科技被爆炒 各种10倍20倍的牛鬼蛇神 2013年至2015年 智能手机普及 移动互联网创业兴起 内容牛市波澜壮阔 本质上 经济弱就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个时候如果刚好出现新的技术革命 那么资本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各种手段狠狠地发展新技术创造新的需求 所以起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年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创造了新的需求场景 而AI更多的是给现有的场景赋能 举个例子 电脑和手机创造出了office 电子邮箱 线上聊天 网页 外卖 游戏等等 这些都是从无到有 是新的东西 而AI的作用 是可以让你做PPT的时候更方便 甚至可以自动做PPT 去网上查资料也更快 AI可以快速整理资料 发视频 搞图片 写文字 都可以用AI辅助 AI是互联网时代生产工具的升级 且更加智能化 所以这轮炒作不能完全去类比前两轮 炒作的力度和时间都会小一些 已经在AI上赚钱的 可以找机会慢慢检藏 最后感叹一下 住在风口上的英伟达 过去几年里风口一直在变 比特币 深度学习 区块链 元宇宙 Web3 LLM等等 但英伟达一直都是风口上的猪 说是卖水人都低估了 还有就是这轮科技革命还是美国主导 是全球股市的大题材 这些年基本都是美股零跑 消费电子跟着苹果跑 新能源车跟着特斯拉跑 新冠药跟着辉瑞跑 AI跟着英伟达跑 所以畅多还是畅衰 各路资金心知肚明 下面我们来看本周财报的重头戏 Lululemon 华尔街预计 这次财报 公司收入增加 盈利也将同比增长 上次财报 公司业绩成功超越了 华尔街共识的顶线和底线 这种顶线增长 表明对于Lululemon产品的需求 仍然强劲 似乎并没有受到消费者支出减少 和高通货膨胀的影响 Lululemon不断快速增加其蒙电数量 以增加其品牌曝光率 并涉及到欧洲和亚洲的新市场 作为其三倍增长战略的一部分 Lululemon的目标是在26财年之前 将国际收入翻一翻 而且看起来进展顺利 从地区来看 虽然美国还是Lululemon的最大市场 但国际增长的重要性正在增加 中国尤其可能成为Lululemon的 巨大增长动力 管理则预计 在2023年将开设45家至50家新店 在这些新店中 有30至35家将位于国际市场 其中大部分计划在中国 Lululemon的利润率有一些弱点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减价和库存 没有增加 这与我们在其他零售商 看到的情况一致 尽管如此 管理层还是对这些库存水平感到满意 并预计库存增长率 将在2023年将有所缓和 同时保持全价销售模式 因为管理层认为 没有必要进行额外的减价 Lululemon近年来 毛利率基本维持在55%以上 耐克 阿迪达斯等品牌 基本在50%以下 这除了是因为Lululemon的售价高 也和其基本走直营渠道有关 Lululemon无论是线小萌店 还是电商 全部为自营模式 而耐克 阿迪达斯 则都有大量的营收 来自于批发渠道 这样的渠道选择 不仅保证了较高的毛利率 也让Lululemon和消费者的沟通 堪称业界典范 例如上面所说的开店 公司专注于开市面积 超过2万平方英式的旗舰店 许多旗舰店是有餐厅 冥想室 瑜伽室和客厂 效果就是在运营方面 其三年的收入增长率 击败了80%以上的竞争对手 这次财报 预计Lululemon的收入和美国收益 将达到管理层指引的高端 于是宏观环境好预期 利润率有所提高 对于之后的几年 预计Lululemon将继续于 稳定的速度增长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 增长率会有所放缓 但公司将通过节约成本和股票回购 实现更快的美国收益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 还是相对稳固的 现在Lululemon拥有一个稳健的 现金相对充裕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 Lululemon持有12亿美元的现金 和现金等价物 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仍有7.44亿美元的剩余 这将促使其2023年的美股收益增长 宏观方面 随着美联储寻求收缩 其资产负债表已抑制通胀 公司裁员可能会持续下去 因此随着事件的推移 消费者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可自由支配收入 最终在这样一种货币环境下 消费者可能会倾向于 购买其他类型的服装 这对于Lululemon的股票 可能没有好处 当然和观众说的一样 该公司的固执是一个难题 基于目前股价和当前 分析师的美股收益预期 Lululemon目前的远期市盈率为30倍 即使对这样一个强劲增长的公司来说 也是相当丰厚的 也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不过由于Lululemon 执行的很完美 而且未来还有很长的增长空间 我个人相信 它确实值得获得这个估值 分析师们也纷纷上条评级 将Lululemon的股票 列入其消费者增长 和电子商务覆盖范围内的首选股 综合给出了跑赢大盘的平均 但买入或许可以等待一个更好的进入点 总体而言 Lululemon是我喜欢的服装股 因为它拥有强大的增长战略和管理团队 目前处于非常有力的位置 在未来几年将呈现出强劲的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它专注于发展其国际业务 专注于男式服装 以及其数字平台的增长 在强大品牌的推动下 相信该公司将继续成为 运动服装行业的主导力量 最后消息面上 马斯克访华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先是跟宁德时代的增益群一块被排到了 接着跟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马斯克表示 美中利益交融 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封 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锻炼 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 还是老马会讲话 那么老马访华意欲何为呢 据说马斯克访华这次可能有四件事情 一个是上海工厂扩产 二是储能工厂 三是关于机器人 第四是可能推动中国国内版本的推特 不过从商业的角度 机器人脑机还为时过早 这次重点谈的应该是储能工厂 过去五年中国供应链的优势 将Model 3的量产成本打了下来 得以称霸行能源汽车 马斯克这次的目标就是在新的五年 将储能电价的成本打下来 再复制出一个特斯拉 美股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美股今年以来维持着较好的涨势 这与学界和业界不断扩大的衰退担忧 有点格格不住 或者说目前美股市场呈现出了一种 弱现实强预期的情况 但部分投资者认为 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剧 盈利增长前景良好的股票将提供支撑 龙头科技股的反弹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然而投资者的追捧 证实的这类交易更加昂贵 估值已接近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这不是免费的午餐 很多时候价格已经反映了这一点 目前经济衰退已经被大多数阶级经理认为 是未来一年美股面临的最大风险 其次是利率 明天国会就要投票了 希望一帆风顺吧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景深 感谢你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